发明这种狩猎方式的人,绝对是个天才,动向的双手,采现一撮柔软的羽毛,在零下50度的严寒中,双手已经不听使欢,沾上一点唾液,让羽毛轻轻地吸附在骨头上,随后放在海豹的呼吸工上方,只要海豹老弟前来换气,今天必定让他有来无回。 此日清晨,肆虐的暴风雪,丝毫没有停歇的一字,狗狗们全坐着身体移动不动,应有特人起床,也需要莫大的勇气,底下的女儿已经动到怀疑人声,妻子用骨头挑开海豹油,让屋里尽量地暖和起来,孩子在身后光着膀子,弄到浑身发死,猎人们转出血污的一瞬间,动力板上的狗狗们立马醒了过来,为了家人一天的食物,他们不得不再次拿起雨叉,各自检查着自己的装备,重新给雪橇拳戴上镶上,毫无疑问, 雪橇拳绝对是北极最可靠的运输方式,将绳子和雪橇车系好后,各自带上保暖的链子,便驶向了受力场,起床的阿华,直接将孩子放到后背上,由于海豹皮在严寒中会变得僵硬,小孩根本无法驾驭,只能依偎在妈妈的后背取暖,因左板上的油灯飘得过大,不小心将屋顶的鸡血融化,阿华用五五刀将融化的鸡血提出,又用新的血块进行补充,这一切都被背上的孩子尽收眼底,此时男人们已经来到冰面, 海豹有多个呼吸孔,猎人们要分散开来,尽管海豹的呼吸孔非常隐蔽,但雪橇犬灵敏的鼻子,可以让他们无所遁形,海豹熟悉的香味,雪橇犬铭挤于心,老布用鱼叉不断地刺向地面,这样能更精确地找到呼吸孔,发现孔洞之后,老布直接俯下身子纹了起来,通过反馈上来的气味,他可以肯定眼前的呼吸孔还在使用,老布呼喊着队友,表示自己已经停牌,用刀子划开地上的鸡血, 随后又用刀子将血挖出,用小木棍砍查呼吸孔的走向,有了大致方位后,老布又开始了挖掘,将曲折的孔洞挖通后,用鱼叉轻轻地插了下去,消取周围的鸡血对孔洞周围进行掩埋,将鱼叉固定好后,用脚将周围的鸡血全部踢入坑中,随后将鱼叉抽了出来,此时曲折的呼吸孔已经变得抵制,老布将狗狗请走, 海豹胆巧且非常警觉,狗狗的叫声被破坏了他的计划,捕获海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海豹有多个呼吸孔,这也意味着这是一场持久战,为了能长时间遁守,自身的宝览也显得尤为重要,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,老布摘下手套,一双酷脆的老手,采下一缩细细的羽毛,在骨头上沾上一口浓汤,让骨头顶端,刺骨的严寒,让双手早已不顶十万,随后小轻易地放到呼吸孔上方, 只要海豹在冰下呼吸,羽毛就会被吞动,老布拿出一叉,将带有盗似的箭口胺子,然后稳稳地夹在两根骨头上,剩下的就是漫长的捅蛋,老布要一直保持这个姿势,才能更好地观察羽毛的动向,零下两人在群里,祈祷那样,含冷和饥饿,让儿子嚎啕大哭,女人直接用衣服将孩子包裹起来,小孩在里面直接开启了干饭模式,而猎人却在寒风中一直蹲手,呼啸的北极风,让温度骤降, 身上传的厚重皮毛,已经无法阻隔眼汗,老布已经保持这个姿势,长达五个小时,浑身酸痛,加上极度的严寒,只为捕捉到一只肥微的海豹,就在这时,呼吸孔的羽毛好像有了动静,老布抄起雨叉,朝着呼吸孔狠狠地撕了下去, 顶端的箭头只要命中病,海豹的小命基本就可以宣布结束,用骨头快速地挖开,鲜红的血液染红了鸡血, 老布用骨头将海豹刺穿,将绳子绑好后,直接一股脑地将海豹拽了上来,此时的海豹,也是一年当中最为肥微的时候,肥胖的身体内骨头是脂肪, 众人见猎物上岸,纷纷上前查看,不羡慕老布的好运气,众人围在地上,看着肥微的海豹,老布似乎也看出了他们的意图, 为了让同伴能继续遁守,直接用刀子切割了一些海豹肉扔在地上,辛苦一天的猎人饥寒交迫,用刀子切开海豹肉, 直接大口地躲一起来,吃了上有余温的海豹脂肪,能为身体补充热量,随后老布拖着海豹回到了营宜, 妻子将海豹拖进血污,削下一块冰,放到嘴中融化,然后尾给海豹,也算是给他进行简单的超度,随后直接用乌鲁包进行切割,此时海豹体内仍上有余温, 切开外皮之后,内部基本全是脂肪,作为部落的大嫂,他们并不会单独享用,老布的妻子会将食物均分, 每家每户都会分到一些海豹肉,也正是这种无私分享的精神,才能让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, 所有人都期待着这种海豹大餐,海豹肉含有高量的脂肪,在寒冷的北极摄入热量,使他们必不可少的, 发现呼吸口的狗狗,也会得到一些分解剩下的边角料, 而这只海豹的脂肪可以点亮整个部落的油耕,从而应对寒冷的天气。